字幕 tieike communicate withmbreit HP 我们大家先请合掌 拉姆厂本师世嘉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 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二十二页 倒数第六行 这里讲到佛说的法 佛法 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佛法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死 也可以说是苦 因为有生死就有苦 所以佛法是灭苦之道 这里讲到 他说世尊没有提出什么形而上的实体 或第一因来说明众生世间的开展 只是从因缘关系去理解问题 佛法的重点在认清楚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们说 寻根溯远 追根究底 抽丝剥剑 去了解生死是怎么一回事 身心是怎么一回事 苦是怎么一回事 那怎么样可以离苦 那么所以我常常讲佛法就两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如何可以不受苦 那么如果把它 把这个问题再扩大来讲 就是四个 其实就是四地 那什么是苦 有什么苦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会受苦 第三个 如何才是苦 究竟可以不受苦 怎么样可以究竟不受苦 那么第四个就是 什么是灭苦的正确方法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四地 那佛法在解决问题上 第一个 那比如说 一样跟生病 治病一样 这是什么病 这是什么病 为什么会有这种病 就是它的病因是什么 那怎么样才可以完全根治这个病 那用什么药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遇到所有的问题 都是这样去思考 这是什么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我要如何做 才能避免以后 甚至永远不再有这种现象 我要用什么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那通常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佛法里面基本上去追究 追究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种现象 那这个就是缘起 那么了解之后 就是了解是什么原因 然后进一步再去了解 用什么方法 可以彻底灭除这种现象 那所谓缘起就变成 流转的跟缓灭的 那么缓灭的必然从流转的中来 因为你不知苦 不知苦因 不知灭苦之道 你就不可能灭苦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跟我们现在 不知苦因 也所有的灭苦之道 统一的方法 那么念佛就灭一切苦 那么持咒灭一切苦 不是 苦 不同的苦 有不同的苦因 但是所有苦的根源 所有从佛法来讲 所有的苦的根源 都来自于无明 都来自于无明 无明就是不知无我 不知无我 这个 所有的苦的根源 都来自于这里 所以由我见 产生我爱 由我爱 造作生死的业 由生死的业感遭到一切的苦 那基本上是 是佛法的源起 在理解这样的生命现象 那从生命现象里面 去悟得实相 就生命的实相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无我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说到 那么依因缘关系去理解问题 也就依因缘去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假设是苦 其实就是苦 那么这个苦一定有苦因 所以依因缘去解决问题 就是灭除那个苦因 那么要去灭除苦因 就有两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最正确的方法 那么这样灭 有没有究竟灭 而不只是表面的 短暂的灭除 而是究竟的灭除 解决到问题了 那么这里说到 这个就是不共世间的忠告 那他举例 他说如杂阿寒情 他说一说法说 离此两边 就是通常意 意就是它的意义 道理 法就是指这个元旗法 四地法元旗法 那么这个都是法 所以法句意味 法意味 那么这个法里面 那个文字声音 那个叫做法句 那里面所包含的概念道理 是法意 那你真实明白了 正得这样的法 叫做法位 那么所以有时候叫 深藏法位 同法同句同意同位 那么离此两边 那就是说 元旗法的法说意说 元旗法意说 就是说 元旗法的道理 那是什么呢 离此两边 处于忠道而说法 离两边 这上次我们有说过 离禅跟断 有跟无 这个两边 一跟义的两边 处于忠道而说法 忠道是离两边 两边是两种错误 所有的错误归结在两种之中 62邪见 不外乎 常见跟断见 有见跟无见 都不外乎两边 乃至于96种外道 有62种邪见 那么都不外乎 是两边 那么所谓 持有 故 比有 持起 故 比起 持有 故 比有 持起 故 比起 元无名 行 那我们说 元无名行 就是元无名 有行 持有 故 比有 乃至 元行 是 元是 有名色 元名色 有六路 元六路 有处 元处 有受 元受 有爱 元爱 有取 元取 有有 元有 有生 元生 有老死 有 悲 老苦 就是持有 生有 故 食有 无名 有 故 行 有 行 有 故 事 有 基本上是这样 持有 故 彼有 后面那个是果 前面那个是因 我们写一下 持有 故 彼有 此无 故 彼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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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此有故 彼有 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 此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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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有故 此有故 我们也可以只写这个而已 其实加起来就是有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有这个在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写 就这样就可以了 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那此有故彼有 那么经里面的说法就一直到这里一样 此有故彼有 白话讲就是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 因为有生所以有劳死 所以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然后这个又是因 这个又是果 然后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就这样 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那一般来讲就是缘无明行 缘无明 因有无明所以有行 一般的说法就是缘无明行 那其实就是缘无明有行 这里的话是缘无明行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写缘无明行 缘无明行 他写缘无明行 对 他一般来讲 简单讲叫做缘无明行 所以一种叫做像这里讲的缘无明行 那你要从这边断 因为缘就是因 因无明有行 另外一种说法是无明远行 无明远行 无明远行 我们习惯说的 无明远行 行远事 事远明社 明社远六路 那这个无明远行 就是无明远有行 一样 就是无明远而有行 那一样 缘无明行 翻译翻个前后句 就是他那个动词 或是他那个戒词不太一样 但是或者叫做缘无明行 或者叫做无明远行 都一样 缘无明有行 那么以无明远而有行 以无明为远 这个如果是这样 就是以无明为远而有行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持有故彼有 所以中道他就是持故彼 这个都一样 缘爱有取 那么持有故彼有 持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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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纯大苦运积极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底下看 那他这里说到 持无故彼无 那一样推回去 前面讲 他现象是这样 推回去 那么 那么 再写一下 持无故彼无 你先知道这个 这个叫做法助制 法助制 缘起 它是怎么来的 找到它的缘因 并且决绝 彻底决绝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涅槃制 那么持无故彼无 那我们知道 叫做追根究底 就到最后是 就是无明就是我见 我见 这个是身心 那么就会起我爱 那么就会有生死 就 这个其实我见 我爱 我爱产生的业 无明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众生里面又开始 以我见相应 然后 又产生我爱 直取 然后又产生 产生这个业力 又感召生死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 你要解决生死的苦 你要解决苦 必然要解决生死 因为老死一定 老病死又悲老苦 老病死又悲老苦 那么一定是从这个生命来 生命本身就有老病死又悲老苦 三界里面都有 只是他苦的层次不太一样而已 这个苦 苦苦坏苦寻苦 没有不苦的 那么只有比较不苦而已 没有不苦的 那么通常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我们在欲戒 欲戒里面又有分 三三道 三二道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那苦里面 有分生苦跟辛苦 生苦跟辛苦 那么基本上 他的层次来讲 有所谓的苦苦 坏苦 辛苦 辛苦 类别来讲 有所谓的生苦跟辛苦 那么 生苦跟辛苦里面又分 老病死又悲老 这是属于辛苦 这是属于生的老病死 老病死 那么所以 欲戒的话三种苦都有 色戒的话两种苦 无色戒的话只有一种苦 他说辛苦 无常苦 八万大姐从出生也不会苦 那么八万大姐下来之后 就苦了 那这个是 这个所以没有不苦的 那么一定有苦 那你要不苦 你除非不生 无生 所以佛法不讲常生 讲无生 阿罗汉 阿罗汉 那么把烦恼断尽了都会讲 我生已尽不受厚有 这是最后一生 我生已尽犯任以利 所作一般不受厚有 那基本上 我生已尽不受厚有 下一辈子不会再有 不受厚有 没有那 不会再生 因为只要生就有死 那么生死一定是一种有 存在 所以我生已尽不受厚有 要正无生 那么我生已尽不受厚有 他必然要来自于 犯恨以利 所作一般 就是烦恼要断尽 犯恨以利 而且已经 已经做到最究竟 完全断尽了 所作一般 应该要 因为你所作一般 你才能够犯恨以利 犯恨以利 就是所作一般 你如果所作未斑 比如说出国 二国 三国 还有生 有生就有死 出国还有七次 最多了 二国还有两次 三国还有一次 未斑 所作未斑 所以他就有学 同一生都有学 所作一半就无学 该办的都办好了 不用再 不用 这个时候就是犯恨清白 犯恨清白 就完全清静 那么所以 阿罗汉讲的 正在阿罗汉 我神已经犯恨以利 所作一般 自知不受厚有 基本上就是这个 就是自知自见 那就是从这里来 那么你一定要政府神 那么你就不受厚有 那么如果你不神 你有你就必然会神 有业 有业就会遭感 就一人会受神 那业从哪里来 业从取来 我见我爱来 根本来讲就是 我见我爱 四取 那么这个欲取 重点是贪爱 取是执着不舍 执着不舍 贪爱 我爱 我爱我所爱 自体爱进戒爱 基本上是这样 自体爱进戒爱 就是我爱我所爱 那欲贪欲取 然后我贱 我贱 人贱 众生贱 受者贱 这个是所谓的贱取 那么借进取 非因没有正确的方法 然后这个 因为这样 所以才导致 导致业不断的造作 那么这个都是从 从对境界的贪爱来 然后境界的贪爱 是来自于瘦 瘦是来自于处 处是来自于感官 跟城市内六路 外六路 那么欲取 其实我见 我欲取 我取 我欲取 其实我见我爱 然后观念上又不正确 见取 然后方法上又不正确 借进取 所以你方法不对 观念不对 没有办法 对峙我见跟我爱 所以他就直取 直取就会产生有 然后这个都是从烦恼推动的 反正就这样 我们就一直往前了 到前面就是 以我见为根本 这个是过去生带来的 你一来就带着这个业跟无名 你一来就带着这个业跟无名 这个是从你这一生开始 怎么样又创造业跟无名 然后形成下一生的无名形 就是这样 这个是就是你的心事 你的心事里面 含有过去所造的业跟无名 所累积的 就是所巩固的这些我见我爱 都在里面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所以你要解决问题 你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原因 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印度很多外道都要解决问题 他也知道业是根本 他也想离苦 所有的宗教都要离苦 所有的宗教都要离苦 但是很少看到业这种概念 大概只有印度有而已 其他的地方 没有看到业的概念 中国也没有 中国过去跟其他的地方都一样 都认为我们会受苦是天 天降灾给我们 那我们会享福是因为天 赐福给我们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 祭祀天地 祭祀鬼神 祭祀祖先这些事上 因为我们认为 天地会带给天 天神或是天 那么会带给我们灾难 也会带给我们幸福 比如说河水有河神 那河神不高兴啊 就给你淹大水 那么或是带给你灾难 火神 河神 那么五股神不高兴啊 就让你不能丰收 温神 温神不高兴啊 就让你生病 所以我们常常要 那么举行很多这样的活动 来祭拜温神 祭拜河神 祭拜火神 祭拜种种的神 那么希望他们不要让我们 给我们带来灾难 能可以赐给我们幸福 然后我们要做事 要顺这个天意 天心 那么让我们可以幸福的过日子 所以因为你觉得 问题的根源在 我们看不见的天神主现 所以有些人现在也这样觉得 哎呀我过得不好 就是因为主先过得不好 所以他也让我过得不好 所以要让主先过得好 要随时的祭祀 或是他住的地方要给他修理 或是他住的地方风水要好 反正就想这个 那这一些都是把问题的根源 推到什么 推到天地 祖先 鬼神这上面 所以常常会祭祀天地 祭祀鬼神 祭祀祖先 祭拜祖先 那么让我们也可以过得好 要不然他一不高兴 我们就受苦了 所以你的解决 因为你看到的问题 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你解决的方法就是 想办法安抚他们 想办法让他们高兴 想他们让他不要生气 那温神就给他吃好的 吃一吃把他送出去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那那个财神就想办法吸引他来 祭拜他怎么样 让他常常住在我们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佛法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问题都有他形成的原因 那你要从问题的根本去解决 那所以这个才是 那因为这个世间的人 那么他对于世间的灾难 以及我们受到的病苦 他不晓得有业这种概念 那所以他才会祈求天神 那么或是祈求祖先 或是祈求 就是天地鬼神 好像是祖先的帮忙 那佛法里面 业的概念 大概从奥义书 大概佛陀成佛那个 差不多在那个年代 就是佛陀成佛的时候 那个业的概念已经开始流行 那包括 包括这个六四外道里面 也都开始认为 有一些认为有业 有业 那么这个业 业 业掌管我们的苦乐跟生死 那问题是既然有业 一业而生死 那怎么样消除这个业 这每个人又不一样 所以有道 有道 已经知道业是生死的因了 六四外道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 那有一些认为不是 那么但是 那么大部分都承认有业 那么比如说 泥剑子 那么是认为有业 那这个 这个宿命论的 这个墨切梨也认为是业 但是怎么样消除这个业 方法又不一样 有些认为业是不能消除的 比如说墨切梨 时间到了 它就自动没有 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它提早结束 没办法 那么这个是宿命论 已经决定好了 那有一种是 那么 像泥剑子 那么他认为业是可以提早结束的 那你只要因为 你造业你就要受苦 现在你常常受苦 常常受苦 那个业就会消 所以你就不断让自己受苦 那个业就提早消除 提早消除你就提早解脱 他那个道不对 他知道有业 这个是正确的 一业有沦迴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 但是他解决的方式错误了 就好像我们要消灾障 我们要消灾难 我们用什么方法 那我们也许诵经 也许举办法会 然后让诸佛菩萨 高兴来消除我们的业 那这种思维 跟早期祭拜天神一样 你只是把天神换成佛菩萨而已 让佛菩萨来消我们的业 不是 业必须要知道业因 业因是烦恼 烦恼因是我见我爱 你没有消除烦恼 没有消除我见我爱之前 谁也不能帮你消业 谁也不能灭你的业 甚至你就是 你就是 开始学习佛法 知道业为根本 你也不能灭掉你的业 你只能让你自己不照业 或是让那个业不成熟 让那个恶业不成熟 一旦成熟 一旦成熟 就算你是佛 你是阿罗汉 你一样要受报 你一样要受报 你不可能免于受报跟受苦 佳流投影怎么死的 被一个房屋砍头 而且还丢在厕所里面 木剑营怎么死的 被外盗打死的 莲花色比丘尼怎么死的 被提伯达都打死的 可多了 我告诉你 那么这些都要受报 甚至佛都有酒醉报 只要成熟就要受报 不可能免除 那么我们修行最重要就是 第一个 不照恶业 那你没有办法不照恶业 不让恶业成熟 那恶业里面比较苦的恶业 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恶业 因为我们有烦恼 我们是聚夫凡夫 有烦恼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学佛之后就没烦恼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知道烦恼是因之后 我们就要克制烦恼 克制烦恼 让烦恼的程度减轻 让烦恼的次数减少 让烦恼的时间缩短 那么让烦恼的作用力减少 过去我们已经有的烦恼 如果已经半成熟了 那么比如说 假设烦恼要一百分 它就会受报 假设一百分就会受报 然后看你照的业 比如说你是照五逆二 那么照一次就一百分就满了 一次就满了 你一次就满了 所以它就忤逆业就是决定业 它不可能不受 它一定要受 它照一次沙父沙母 破荷生出荷生血 那么这个一次 一次就满了 它一定要受报 它不可能不受报 但是你照业之后 你有忏悔跟没忏悔 有惭愧跟没忏悔 受报的时间 是长跟短就不一样 所以夜报差别经里面讲 假设你照了五逆业 那你有惭愧你有忏悔 你还是要受报 你还是要受报 但受报的时间 有两种 一种就是减半 一种就是减更多 我们说排球第一 就减的更多 也许减到十分之三 不 减到 减一半是减二分之一 那减到剩下 减了三分之二 或减了四分之三 或减了五分之四 不一定 但是还是要受报 就好像你杀了人 你一定要被关 那关多久呢 关一辈子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关二十年 再少关十年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像业国理论 它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你的业 还不是重业 你不是忤逆业 那么你没有重业 那这个就要等它成熟 比如说你照九十分 那就等那十分 你照的是八十分的业 那就等二十分 成熟受报 你照的是五十分 就等到五十分 就好像你筛血管一样 你一次筛到百分之七十五 不装支架的话 你可能随时会没命 那你只有百分之五十 还有二十五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吃什么东西 会筛血管 你就继续继续继续吃 就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五十五 六十 六十五 七十 七十五啦 随时会暴毙 那你只要筛百分之十 那就慢慢累积 时间长了 也会筛到百分之七十五 那有一天就暴毙了 类似像这样 就受报 那这种其实就是 那你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知道 我现在血管已经筛到百分之四十五十了 那你就知道 这种饼干 太多油 会筛血管 这个披萨 那个起司太多 会筛血管 你就尽量少吃 最好不要吃 那你如果没办法 你就要尽量少吃 像我就这样 那我也是筛 三条都筛百分之五十啊 但是我们就知道 那一样 那你把那个当做恶业就好 会让你以后受苦的恶业 那我这个就要少做 你完全没办法 你说我完全没有办法 不起烦恶 好那没关系 那么至少你要克制 或是你没有办法 之后你要惭愧 你要忏悔 那你要 而且你要发现 我以后不再这样做 那每一次每一次你都这样 那么那个加的数目就少 比如说你五十 那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那渐渐渐渐 本来一次加五个 现在一次加一个 现在一次加零点一个 就是你那个造业的力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在你还没有 到一百分受报以前 到你还没有一百分受报以前 你已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就正道了 你就不会受三二道了 那三二道的业 你有第一二鬼畜生的业 那第一的业 比如说百分之二十 加加加加 加到百分之百 你就杀第一了 那二鬼的业百分之四十 你加加加加加 那加加加加加加加一百 你就多二鬼道 那六道的业我们都有 那看你哪一个业比较重 业重的先受 成熟的先受报 这基本上列国的理论是这样 所以你要自己知道 比如说我比较 我比较诡计多端 阴险 比较会设计蝶 那这个是鬼道的业 比较会念 比较会赴仇的心比较强 抱怨的心比较重 怨恨心比较重 而且比较会设计害 那么这个是容易都恶鬼道的 就是有恩不报 有仇必报 那这种就比较容易都恶鬼道 那你如果说有仇不报 不念旧怨 有恩必报 这个容易升天 这个不一样 那你已经知道你有这种个性了 那你就要克制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业容易让你堕落鬼道 那邪见也一样 邪见容易堕落畜生道跟鬼道 那所以你如果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继续照 每天照每天照每天照 到你要往生的时候 就看你哪一道力量比较强 你要往生之前 鬼道的业已经70%了 那畜生的业90%了 人道的业80% 畜生道的业比人道重 畜生道的业先手 你先去做畜生 做了畜生都是五百事 都是很多事 都是很多事 比如说蚊子一个月 或是两个礼拜 看它不一定 没有被打死 如果它没有被打死 它基本上 那么蚊子大概可以活一个月 从它决绝开始算 那如果苍蝇 蚊子好像 蚊子两个礼拜 蚊子两个礼拜的样子 苍蝇好像 二十天才一个月 多一点点 如果它没被打死的话 没被吃掉的话 那就这样做 做几百事 做几百事 那畜生道的业 那如果人道的业重 那你就去做人 天道的业重 你就生生天 就不一样 那天上下来 比如说你天上业最重 生天 生天下来之后 你畜生道的业 有70%最重 这个时候你不克制的话 那么有可能你这一生 天下来这一生 你就开始做畜生道的业 下一生你就做畜生 或是鬼道的业重 你下一生就做鬼 你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如果改变当然就不一样 不一样 就好像你如果没有改变 那么你就会生死一直轮回 如果改变的话 你向解脱 它就有可能 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因为它还有分有肉业跟无肉业 有肉业跟无肉业 那么你在不断地修学无肉业的话 无肉就是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肉就是烦恼嘛 就是你的一切修行 都趋向于调伏你的烦恼 因为烦恼是一切苦的原因 一切业的原因 那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见我爱 所以心经才会讲 行生波罗波罗命 用你最深的智慧 照见五命皆空 当你知道无我的时候 你的生死根本就拔掉了 你的生死根本 生死根本没有 一切苦就没有 所以就能够度一切苦 它就能够度一切苦 其实这样子的 好 所以它这里说到 我们看 它说 这是著名的中道缘起说 佛法就是在讲中道 佛法就是在讲中道 中道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无我 缘起就是无我 我们说 横着数着说是缘起 横着说是四弟 楚宗说 理两边说 就是中道 都是在讲无我 正的无我 才能得解脱 那有些没有 有些后来我们受到 后来侦察微信的影响 那看到真心自信 就以为得解脱 不是 真心自信 还是一种我见 还是一种我见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业报无受者 那么业报是有的 但没有一个造业跟受业的人 没有那个实在的人 这一切都是缘起的 好 那么这里说到 有 有就是存在 有就是存在 三有 四有 九有 二十五有 这个是佛法里面在讲存在 三有就是 欲界色界无色界 欲有色有 欲有色有 无色有 欲界的存在 色界的存在 无色界的存在 四有 这个是有部里面特讲的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 刚出生的时候是生有 死亡的时候是死有 生到死之间是本有 死到生之间是中有 就变成这样 那九有又不同的 就分类 从欲界里面五去 五去 是五种 然后加上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这个色界的 无色界的 那么加起来就变成九有 五去杂地地 这个欲界的一个 欲界的是一个 色界的有四个 无色界的有四个 那加起来就九有 那二十五有就更多了 就人道里面 那么还有 还有四大洲 反正就加起来 它都是 它都是一种存在 现实的存在 或是一种潜在 未来的存在 那个都是有 比如说爱取有的有 爱取有的有 比如说这里是一种 无明形式 现实的身心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那个就是有 欲界的欲有 那未来爱取有 这个有是未来的潜在 未来生命的潜在 现在生命的存在 就有这两种 所以就是 现在生命的存在 这个是现实的有 未来生命的潜在 就是说你已经 你已经累积了这个业 你下辈子必定要存在 死了之后必定要生 不能不生 不能不生 一定要生 那个也是一种有 爱取有的有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 把烦恼断掉了 你在他还没有成熟之前 你就振了涅槃 你不再起任何的烦恼 那因为你 你不再起任何的烦恼 所以你过去不管是 地道畜生道 恶鬼道 人道 天道 这一些的有 都不再存在 因为你不再造作 三界任何的烦恼 你没有浴滩 也没有涉滩 无涉滩 都没有 所以你对三界没有造作任何一失一毫的 三界烦恼 所以就算他已经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假设他要百分之百才会受爆 他已经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在还没到百分之百之前 你不让他那一分不加进去 他也不会受爆 那这个时候 你不可能再加任何一分之一进去 因为你已经证阿罗汉了 你已经把烦恼断尽了 那么如果他要受爆 那么只有这一生受爆 下一生没有 他要证阿罗汉以前会受爆 他要证阿罗汉以前会受爆 就现身受爆 受完爆就没有了 那些比较成熟的业 受完爆就没有了 那么如果 所以你断了烦恼之后 你未来不再受爆 那么那些已成熟的业呢 现世受爆 那受爆因为你没有那个心 所以他也会重罪轻受 重罪轻受 那么这个是佛法的理论 所以他说你造了业之后 还没有受爆以前 修身修心 修身修戒 修心修慧 能够让重罪轻爆 那么不成熟的业不受爆 讲这个 好 所以佛法的修行都在 熄灭贪嗔痴 熄灭贪嗔痴的方法都在 勤修戒定会 都是这样而已 那么这不外乎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事欲留之 那么展开来就是什么 方法展开来就是八正道 其实是这样 广说叫做三十七道品 这个道 那不管是人天道 解脱道 还是菩萨道 都不离开戒定会 不离开戒定会 都不离开去除我见我爱 不离开去除贪嗔痴 或者叫做贪嗔痴慢疑 或者叫做五历史 稳都五顿史 或者叫做见首爱 那么见首断修首断 或者叫做见祸 或者叫做失祸 反正他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其实他就是无名贪爱而已 他就是简称叫做烦恼 好 那么这里 他说有是存在的 生起的 那世间的一切都依于因缘 那么生起就必然存在 生起就必然存在 因为从没有到有叫做生 从有到没有叫做免 生到有的当间叫做住 这住不断在变化 所以叫做生住意面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世间的一切都依于因缘 因缘就是条件 种种的条件 种种的关系 彼此的关系 以及种种的条件 那么因素 因素就是关系条件因素 而有而生的 生就是献起 所以此起故彼起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此起故彼起 那么有这样的 一因缘有而有的 也就一因缘无而无 那么凡事都是因缘有 所以你要去了解它的因 它的缘 因是主要的 缘是次要的 那么主要的是什么 次要的是什么 因中又有因缘 因中又有因缘 缘中也有因缘 很多种因缘 那么所以 因此而确知生死解脱的可能性 所以能不能得解脱 是可以的 那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认为有解脱 可以得解脱 不认为 像宿命论 有解脱 但不是你修行 可以得解脱 时间到 它说好像抛线球一样 抛毛线球 一团毛线球 你抛出去 它滚滚 滚到没有了 它才解脱 你不能用任何方法 让它比较快解脱 那有一些认为 维吾认认为 没有解脱这件事 死了就死了 所以也没有业 也没有报 没有这些事 所以说法不太一样 但是印度大部分是 大部分 包括婆罗门 沙门有一些 沙门像 像这个阿奇多 他维吾认 他就不承认有轮回 不认为有轮回 所以你也不用刻意 去这个想办法要解脱 没有解脱这件事 那大部分 但是大部分都认为 是有解脱的 有烦有胜 有烦有胜 那什么导致于烦 什么导致于胜 基本上都是一页 那有一些无因论 像富兰娜 富兰娜它就是无因论 无因论就是 没有任何个原因 导致生死跟解脱 它一切都是随机的 所以你努力也没有用 你努力也没有用 因为他什么时候要打雷 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起风 你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预防 什么时候地震 你不知道 你没有办法去预防 你只能随机应变 那么什么时候要解脱 说不定 那么谁要生死 谁要解脱 这个是不定的 有很多种奇奇怪怪的理论 所以他这里讲 那佛法里面知道因是什么 那么把这个因消除了 那么他就解脱了 生死的因 苦的因 烦恼的因 知道了 那么去除这个因 就好像比如说新冠病毒 它是什么 它是来自于一种 比如说我们得了这种病 它是来自于那种病毒 来自一种叫做什么病毒 那这种病毒 第一个你防范它 你戴口罩防范它 用消毒液 消毒它 那么不让那个病毒侵入你 因为你知道它传播的途径 所以你斩断它 不让它进入你的身体 那一旦进入你的身体 你知道用什么方法 什么药可以对抗这种病毒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你如果不知道 假设你不知道 那以前的人是这样的 以前的人不知道 那怎么样 得了瘟疫怎么样 天降瞻 赶快 皇帝率领文武百官 去做法会 祈天 祭天 然后让什么 让天 把这个 让瘟神离开 送瘟神 文类像这样 像我们很多宫庙 那个做建教 那种都是要送瘟神的 那个都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用很多时间 很多方法 来想办法讨好这个天神 让他 或是讨好这个瘟神 那么让他赶快走 给他吃好的用好的 像我们台南 我们坐在湾里那边也是 他都有一条法床 网船 里面都有很多东西 然后到海边去 这个 这个我们有很多镇头啊 然后把这些 食物都给他准备好 食物都给他准备好 然后退到海里面去 然后把他送走他 然后点一把火 烧掉 然后让他赶快走 带着这些食物走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解决问题啊 但是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 因为他病毒不是这样来的 他不是瘟神带来的 而是你要消灭这个病毒 比如说赶快隔离 然后不让那个病毒传染给别人 然后治疗这个生病的人 把他的病毒消除了 他就不再有 他就不再有 所以你如果用错方法 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台南不是有一个得五角病的吗 以前也不知道啊 后来才知道水里面有森嘛 好像是森的样子 然后才得五角病的 以前不知道 以前用了很多神啊 怎么样去要去治理这个 没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病 了解那个因啊 因是什么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那你把那个原因去掉了 病毒的原因就把病毒去掉了 那土石流是因为土不坚固 你就盖那个坡嘛 挡那个土石流嘛 或是把那个水做一条水道 那那个水不会积到那边 那么冲垮那个东西嘛 所以你要了解那个因 其谋的原因你要了解 那么了解了之后 你才能针对 针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生死的因是什么 就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 那如果没有 没有 就好像病毒啦 你还在那边拜神 祈神 然后赶快叫神赶快 也要送温神 淹大水啦 你不了解为什么会淹大水 那你赶快去拜河神 以前都要祭拜河神的 三神 河神 五谷神 那么这个可多拉 那么我们都认为这个一切都有神 而且是神在主导我们 那我们 我们只要好好的服侍神 供养神 那么神高兴了 祂就给我们带来幸福 让我们避免受灾难 那佛法讲 以前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啦 现在不是 现在你要知道 个人一个人的善业 恶业 而受苦跟受乐 所以我们要多造善业 广结善缘 那么才有办法比较幸福 如果你杀生去祭神 你认为你祭拜神 把最好吃的东西送给神 神就可以庇护你 哪里知道你杀生之后 因为杀生的业 让你短命多病 反而 反而是什么 反而遭罪啦 可是你不知道啊 你以为神决定的啊 不是啊 业决定的 所以你知道了之后 你就不会杀生去祭神 那么所以这些你了解 了解那个道理 那么你才能够得到 得到真实的利益 佛法也一样啊 你要了解佛法的道理 你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把这一段讲完 那么一因缘有的 就一因缘无而无 以此而却知生死解脱的可能性 有无生灭 有就生 无就灭嘛 一切都一因缘而如此 所以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无名有 生死就有 无名无生死就无 无名灭 生死苦恼 幽悲恼苦就灭 无名灭 生死幽悲苦恼就灭 无名有 生死幽悲苦恼就有 从根本上来讲 所以一切都一因缘而如此的 这就是不弱两变 不应不是执着有 所以叫做正见世间集的 不生世间无间 正见世间灭的 不生世间有间 所以叫做不弱两变 恰到好处的中当 所以这个就是元启说的基本法则 就是这里元启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有 此灭故彼灭 那么流转的跟幻灭的就解脱 好 我们先下课 又能出现最后来讲 我们下课 无 非 未经许 主时间 不是 就是 已经 主程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